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各位打赏的朋友 昨天晚上我到邻居家里去 说邻居其实就是我们两个小区挨得很近 晚上本来是去找朋友们玩的 遇到了一个刚学太极拳的人 他就问我太极拳是以腰带手还是以手带腰 太极拳能不能感到内气 内气是什么样子呀 这个刚学太极拳 我就问他 我说你学了多少拳 多少套路或者是你学了多长时间 他说只学了几个动作 刚学太极拳才学了几个动作 那么他呢就看了很多的书 跟我提到了什么王宗月的权论怎么说的 然后这个问题呢我就给他回答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学太极拳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来练习太极拳 这个是一个普遍的问题 今天呢我把我昨天和他聊的东西呢 在这里呢给大家学一学 这个初学太极拳 我跟他说你刚学太极拳的时候 不要去马上就去看很多书 然后去学很多理论 然后就去追求内气 然后追求内境 那么我们说这个学习太极拳呢 它是有一定的顺序的 有一定的顺序 这个你没有顺序的话呢 它会使你以后太极拳的进度 会很慢 甚至有时候呢 你会走到一个奇路上去 那么这样呢就使你的太极拳呢 就是会学的慢 而且呢学的对不对还不一定 所以我在这里想说一下 初学太极拳大概的顺序是 首先你把这个太极拳 你跟哪个老师 你学的是什么套路 那么你按照这个套路呢 你就打这个套路 那打这个套路的第一步 你就要把这个套路打得慢 要慢慢的打 这是一个在速度上 还有一个呢 要匀 就是不要忽快忽慢 要匀 速度要慢 要匀 匀 匀撑 第三个呢 就是要松 不要用力 松松的打 不要用任何力气 松松的打 你刚学太极拳 你刚学太极拳 你动作松松的打 慢慢的打 还有一个字 还有一个字 叫稳 松松松的打 松松的打 这是第一步 这一步你练一段时间 把这个套路练得很熟练 很熟练 很顺畅很流畅 那么当你练到一定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些你所遇到的问题 你遇到了什么问题 你再去问老师或者是看全论 这都可以 一开始你就去说我有什么气的感觉呀 什么内镜呀 这个呢 你刚学几个动作 所以这个呢 它是不符合学习太极学来顺序的 就是像我们上学一样 你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你要一个年级 一个年级的去上 那么 有的人 那一下就可以上到大学 那几岁的就考科大了 那样的也有 但是呢 那个不是个案 个案 个例 那个个案呢 那不是一个普遍的东西 我们说的是普遍的大部分 学太极权的人 应该走的顺序 不要刚开始就去追求那个气的感觉 好 那么 昨天这个 这位朋友呢 还问到一个 到底是以腰带手呀 还是以手带腰呀 这个问题 在民歌聊太极的前面 有一个专门的话题 已经聊过了 我跟他呢 也是这样说的 我跟他说呢 现在跟你说这些东西呢 还是有点早 但是我还是说了 我是跟他怎么说的呢 以腰带手看你的动力 那么你的动作需要以腰带手 你以手带腰和以腰带手 他都是对的 他都是对的 那他的老师告诉他说是以腰带手 那他就糊涂了 他就糊涂了 为什么糊涂呢 因为他对这个 他没有一个整体的概念 在民歌聊太极 我们专门聊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也跟大家聊过这个话题 这个是 无视太极拳吧 还是哪个太极拳 就是 他们的这个 祖师爷老子算 那么他说的这个东西就是 你随着是说以腰带手 你就不要跟我学了 那么他强调的就是 要以手带腰 那以腰带手难道就不对了吗 当然也对 那么民歌我练五十多年太极拳 从十几岁到现在 那么从小到现在 那么我的体会是什么呢 是以腰带手和以手带腰 是根据当时的情况 什么呢 就是根据你的权实 什么是呢 打权了权 这个行事的事 一个指底下一个例吧 那个事例的事 根据这个权实的要求 比如说你看我这样子 就是以手带腰 对吧 你看我是以手带腰 这就是以手带腰 我这就是以手带腰 你看我这就是以手带腰 那么如果你要是 需要以腰带手的时候 对吧 你看我是需要以腰带手 你看你看我这个动作 你比如说我这个动作 或者我这个动作 你看其实这个动作 实际上我是以腰带手的 就是根据你的权势 你需要以腰带手 需要以手带腰 它都是可以的 都不能说不对 也不能说不好 以手带腰也好也对 以腰带手也好也对 所以跟他聊了过以后呢 他就感觉很糊涂 他就迷茫了 他不知道 为什么呢 没有到这个阶段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 聊的是什么呢 刚学太极拳的人 把拳架练熟练了以后 逐渐的一个东西一个东西的去 去学 去学 这样呢 比较好 比较好 那么刚学的时候呢 就是把你动作呢 搞得尽量的搞得 你说拳架不重要是 是在以后的过程当中 你就是学习水平已经到了很高的程度 你刚学太极拳 你首先 你把拳架要搞得准确一点 要学的标准一点 规范一点 规矩一点 对不对 把套路的规矩 要符合太极拳的要求 要求 徐林鼎晴 韩凶达背 松跨元当 这个 树胸 这个 这个 树类合复呀 分析合并呀 层间坠走呀 徐林鼎晴呀 把这些东西一个一个加进去 刚开始学套路 比如说我第一步套路学会了 我们做到慢 云 稳 还有松 那么这一步你练一段时间呢 然后呢 比如说那你就一个一个把药领要加进去 蓄林鼎晴 寒凶八倍练一段时间 练一段时间 比如说松跨元当练一段时间 一个一个往上加 一个一个往上加 那么每一个东西慢慢往上加 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 积累的过程 那么到一定的程度 若干年以后你到一定的程度呢 它就不需要你这些东西了 对吧 它就是一个东西上你身上这个整体了 所以今天呢 我讲的目的就是对初学太极拳的人 刚开始的时候 不要去追求的东西太多 太多 一步一步的来 一步一步的来 那么大概的顺序 刚才我已经说了 刚开始套路 准确的把架势练出来 然后第二步你要把这个速度放慢 云稳 要松 把这个做到了 每一个字做到了 做到了以后 那么然后呢 在太极拳所有的要求 规范的东西 要把它练出来 徐灵顶劲 寒凶把背啊 成前费走啊 这个东西要都都找到都练 练好 把这些东西练得符合这个东西了 那么最后呢 然后呢 你的内气 外形吹动 内气啊 内气 正吹动 外形啊 慢慢的 慢慢的 它自己就会来 不要着急 好 关于初学太极拳的 这个大概的顺序就是这样 你要具体的说的话 详细的讲了 那会讲了很多 这里呢 只是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初学太极拳的人 不要去说 我这个气是什么样的 你拳还不会呢 你怎么有气呢 对不对 那个 有的人刚学太极拳说 哎呀我学两天我就感觉到手热了 又是什么 其实那是假的 那是没有的 好 对于太极拳有一定水平的人 也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比如说 你还没有懂静 没有懂静的时候 没有懂静的时候 你就要去虚呀空呀 又是又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那就是假的了 你没有经过这个东西 要招熟懂静阶级神明 那招熟你就懂就懂不了静 招不熟你怎么懂静 懂静了以后才能阶级神明 你还没有你还没有懂静呢 你就去去神明了去去空虚了 那就是那是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这个对于有一定水平的太育权呢 也还是有一定的企业建筑 它是一样的嘛 你做些太育权是这个水平 你不能跳极 对不对 你这个学习到一定的程度以后 你也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得上 那么这个呢就是民间的传承 它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 好 那么今天呢 关于初学太育权所要注意的东西 我们就聊到这里 今天这个话题就是 昨天晚上偶然碰到一位邻居朋友 他就是问到这些 因为他刚学几个动作就问了很多问题 我就跟他说了 你不要忙着去研究那些问题 这样对你有好处 我是这样说的 好 那么今天的话题 我们就聊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关注收藏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